今年的伦敦时装周,最受关注的大事件,莫过于换帅后的Burberry大秀朗,Ricardo Tissi一上任,就着手对Burberry进行了达到扩斧的改革,改头换面的Burberry就在今天,揭开了他的神秘面纱,人为秀场直击Ricardo Tissi为Burberry设计,得手的系列名为Kingdom王国。 指的弘扬英格来的多样性,从鹏克什和叹逆,到正式和优雅,这场秀由三个部分组成,Refined,Relaxed,和Evening展示了英国文化,在今天所代表的广卓意义,Party,Refined,Refined,代表着正式与优雅,用现代的角度重新定义传统设计,风衣,白者裙,钱币裙和蝴蝶蝶上衣等这些品牌的传统经典单品,都被以更加现代的设计, 承现在这一季的秀场上,Party,Relaxed,Relaxed,这一部分则是受到了旅行和自由启发,代表着叛逆的英国精神,Ricardo Tissi,选择了更加中性,画的婢婿和衬衣,出身内衣,紧身裤,超短裙和类似透明裙等来呈现这种不羁自由的精神,Party,Evening, Evening,代表的第三部分, 是一系列精致的女性化的黑色婉礼服,用来弘扬英国穿衣文化中,固有的隆重感和仪式感,除了成衣,Party的包包这一季,有了哪些变化,相信,也是大家关注的重点, Ricardo Tissi,设计出了更多形状不同的包款,从大的手铃托车包到你你腰包,款式多样,不仅是时装设计的革新,其实自Ricardo Tissi,上任,就先重塑了Burberry的logo与世界形象,其实Logo告别了历史舞台,新的Burberry logo,简洁而现代,全新的Monogram也在今年8月初揭秘, T.P.P.的组合,源自Burberry创始人Domas Burberry的名字,接着,品牌在多个著名地标打造Domas Burberry Beer,为了让全新的品牌标志更加深入人心,全球的Burberry旗舰店,也在如火如荼的改造中,建筑被全新Monogram包裹着,格外庆募,特别值得一提的是Burberry位于伦敦社政街121号的旗舰店, 经Ricardo视觉重塑之后,以作品的形式里赞Burberry的辉煌历史和令人期待的未来,展现了旗舰店由不同主题的房间组成,每个房间用来展示不同的产品, 从标志性的Trench风衣到清店大衣,甚至还有一间专属复古格纹的房间,另外一间声势浩大的行动是, Ricardo Tessy的首款系列在社交媒体微信、Instagram上24小时现实发售,第一间售卖的T.E.牛品牌专属标志,简单百搭,不少明星已经提前穿上身, 秀后发售的B-Series也很受欢迎,唯一即刻就被一抢而空, Ricardo Tessy新远创意总结有多厉害,2005年到2017年期间, Ricardo Tessy为Giventry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改变,带领Giventry成为了奢侈品界最潮的品牌, 如果说曾经的Giventry是个大力和本事的优良, 那么Ricardo Tessy接手后的Giventry则颠覆了这一风格,变得更加年轻, 且充满个特暗黑的魅力与力量,深深影响了全球大众消费市场, 在制造Giventry期间,Ricardo Tessy从来不会彻底受限于品牌丰富的文化遗产, 他以更加现代的方式进行设计,将街头文化的自由布机和高级时装的优雅成熟完美结合起来, 2013年时装界奥斯卡美国时装协会,CFDA年度国际时尚大奖Ricardo Tessy擅长各测试的案, 黑优雅,以及将年轻,帆他的街头文化与高级时装相结合, 这让他成为了时尚圈中备受瞩目的设计师, 从2014年开始,在他与NI-KE的跨界合作中, Ricardo Tessy把自己对个性的理解展现得淋漓尽致, 这些合作框美美都能成为畅销爆款, Ricardo Tessy讲度Burberry的入主之作, 有Biolz率先演绎,在On the Run LL巡回演唱会上, Biolz穿的就是Ricardo Tessy为其定制的Burberry演出服, 这次重返伦敦,Ricardo Tessy的首次合作对象, 就是伦敦的彭科之母Vivian Westwood, Vivian Westwood是影响过走向设计之路的设计师之一, 她大胆叛逆的彭科造型, 塑造了独特的英国时尚风格, 的本质,也是个性叛逆的, 这与不断追求革新的Burberry不谋而合, 所以更加期待她为Burberry这个古老的品牌带来新的活力, 历史悠久的Burberry一直都是最时髦的人在穿Burberry, 在1924年注册其标志性的红白黑棕格纹, 起初只做封印内衬, 1967年后更广泛用于鱼鳃、围巾、手包等饰品, 到了80年代, Burberry经典的格纹装成为了英国上流社会和名人的象征, 人人都知道Burberry风衣是最为经典的存在, 它影响了人类穿衣风格, 足足有一百多年, 一直到现在, 不断改良和创新的Burberry风衣, 仍然是明星名流的新头爱, 英国两代超模Carrie Delving和Kate Moss, 身着Burberry经典双派扣, 风衣拍摄MyBurberry香水广告, 是Burberry历史上的高光时刻, 而现在, 不仅仅是格纹和风衣, Burberry越来越多的时髦打品被我们记住, 尤其是近两年的设计, Burberry将经典元素与当下潮流相结合, 每一间单品都格外经验, 这股潮流逐渐席卷到年轻偶像们当中, 周冬与古灵精卦的时髦, 就少不了Burberry的加持, 吴亦凡曾与Burberry合作, 推出Burberry Vents Chris Wood, 联名系列, 灵感来自Chris Wood的舞台造型和英文单曲B, M歌词, 年轻且特别的设计及副潮流感, 刘安身着Burberry Polo, 山河牛仔阔腿裤, 手里拎着的是最近极受追捧的地心环包, 衣品一项令人称道的李宇春, 在上科院的演出时, 穿的就是Burberry的复古外套, 赵薇穿的这块Burberry袖标卫衣, 但发十足青春感的同时又时髦百搭, 美技时, 装周, 穿着Burberry的时髦博主们, 也都是摄影师镜头们的追随重点。 前方设计我 Конечно Lewis可纳足不在下方设 yani STACon,